再看到检调侦办统促党干部夫妻收取中共金钱进行渗透 涉犯反渗透法等罪 调查局指出统促党张姓与红姓干部夫妻 接受中共台办福建省台办7400万元 在所主持的广播电台节目及网络平台抖音、脸书及YouTube等进行宣传 支持特定的候选人 并为中共诋毁香港社运人士及法轮功等团体 甚至频繁宣扬国军投降等言论 嘉义地检署去年2月与今年7月发动四波总计20多处的搜索 扣得作案电子设备与账策并传唤49人 嘉义地检署日前侦查终结认为违法事证明确 以违反反渗透法、选拔法等罪嫌起诉两人